陳怡民議員 吳明議員 屬於基本人權的一環 所以對於保障人民的基本權 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李毓掌 你在自傳裡面有提到 你說形式上 法律是冷漠的 不會因人而異 有時甚至不盡人情 但是只要深究法律的實質內容 大多本著改造社會 增進人民福祉的目的 有其俗世利人的熱情面 所以你在年輕的時候 讀法律系的時候 是為法律所著迷 所以也變成最感興趣的事情 所以本席今天首先要問的就是 未來如果宣誓就任後 你如何透過大法官憲法的解釋權 讓憲法能夠不斷的 適應時代的變遷 因應時代的政經與社會的變遷 而保障人民應該有的權益 跟委員特別報告 這題目好像有點大 不過我相信將來 如果能夠順利獲得大院同意 關於憲法上面的基本人權的內涵 以及它的外延 那我一定會更加的普遍的去深究它 有沒有哪一個部分是你覺得可以 你特別想要去做的 或者你在過去的這段時間 你覺得這部分在大法官的視線裡面 做得比較少的 因為畢竟你是司法院秘書長 對不對 所以你也是有處理一些就是視線案 雖然你目前並不是大法官 但是這麼多的案子提到大法官的會議來的時候 你們應該是有一些篩選 或者取捨或者分類 所以你大概會看到說 是不是哪一類的視線案特別的少 而這部分為什麼沒有人提 跟委員特別報告 這個因為大法官會議的整個審查的過程 就是開會要做人解釋那天我會在 至於行政業務 我們另外有一個大法官書記處在處理 不過剛剛委員特別提到的 我覺得在憲法保障的人權裡面 以現在整個社會的一種趨勢 包括國際的趨勢來看 資本越來越集中 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相對之下很多都是弱勢的 不管是你在財產上的弱勢 社會上的地位的弱勢 工作本身的弱勢的保障 甚至於加強 我覺得都很重要 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這樣的譬如說婦女 兒少、勞動等等這些相對 在社會資源的掌握利用上比較少的人 能夠給他比較強力的資源 他才能夠真正獲得憲法 第七條所保障的平等 他才真正實質的平等 那換句話說 我們可以不可以也從另外一個觀點來看 就是說其實有一些 在我國的法律還不適用 還沒有的法律 例如說人工生殖法的某一些部分 台灣沒有這樣子的法律 可是有錢人他們可以到國外去做 那沒有錢的人 事實上就是沒有辦法 一籌莫展 所以有一些部分其實是應該要 更與時俱進的 至少要跟國際同步跟接軌 我們可以不可以這樣說 我同意 好 謝謝 那我就問一下 因為剛剛其實你有提到說 你沒有真正的在處理 這些大法官事件案投進來的案子 但是我們看到說 過去這幾年事件案的這個數目 104年就有8件 105年9件 106年15件 107年14件 這些看到的是有接受 但是在分母 就是沒有被接受的到底有多少案子 沒有被接受的 通常在網站上或者要回復 要回復理由 所以在這個部分 有沒有可能在將來的大法官的這個會議 至少能夠讓它更透明公開 但是當然是比較...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大法官解釋門檻太高 核限也要三分之二就是10票 現在有15位嘛 所以你意思是說大法官解釋門檻太高 所以他們是不接地契嗎 是 它有法律規定 就是說你要說這個法律違憲也要10票以上 說這個法律核限也要10票以上 所以就只要你大法官它是9個到6個 那這個就做不了決議就卡在那裡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憲法訴訟碼 就把它改成二分之一 要過半就行了 所以將來大概11年以後 就會很多解釋會出來 是 好 謝謝 那另外我請教一下 因為其實從資本主義自由經濟體制 這部分我們知道說 勞工跟僱用者之間的契約關係 是屬於私人的契約關係 國家的權利不應該介入干涉 因任其自由發展 但是就像你剛剛講的 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 獨佔資本逐漸增加 貧富懸殊拉鋸 大部分的國民其實都是受僱者 都是勞工的情況下 以不能夠再任由這樣子的勞資關係 自由發展 所以呢 勞資之間的實力的不均衡 使勞動的條件 待遇環境日益惡化 貧富的差距擴大 導致社會的矛盾跟對立 所以憲法它有規定 勞工的基本權 當它處於劣勢的時候 它可以藉由國家權利的介入調整 而與資本家 僱用者 處於一個比較對等的地位 相互協調 它相互的關係 所以在這次的長榮航空的罷工事件 我們知道已經進入到第七天 受影響的旅客高達20萬人 對於勞工的罷工權 本習是予以尊重跟支持了 尤其是現在大家都在講說 這個突襲式的罷工 事實上影響很多消費者的權益 所以是不是要修民用的勞工法 但是不要忘記 這其實是勞工最後的武器 但是我這邊要提醒的是 憲法第23條它有規定 以上各條例列舉的自由權利 除未防止妨害他人的自由 避免緊急的危難 維持社會秩序 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 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換句話說 從比例原則上面 請問大法官被提名人 對於長榮的罷工事件 我們如何能夠兼顧 這個憲法所保障的工作權 也就是從勞工的部分 或財產權從資方的部分 並且在憲法第23條 所揭示的比例原則 來保障我們善意第三者 也就是消費者的權益 好 請 這個剛剛委員特別指出 這個契約自由這個問題 那過去在英國有一個 非常著名的法學家 叫梅英 他研究了一個一部書 他從古代的人類就一直研究起 他說從人類發展的軌跡來看 是由身份到契約 也就是說早期的人類都是身份 譬如你是國王 你是臣 那你就要服從他 你是父親什麼 就是有上下支配的關係 那發展到18世紀 19世紀又變成契約 他代表的是一種自由跟平等 但是要訂立一個自由跟平等的契約 必須要有足夠的力量跟籌碼 不然很容易讓掌握更高籌碼的人 利用契約自由這樣的一個外殼 來達到支配的效果 所以後來的學者就接著他的論述說 人類的發展是由身份到契約到團體 也就是說弱勢者透過團體的群策群力 他才可以把他的相關的資源做起來 那這樣團體的協力除了剛剛提到的 透過團體工會等等來組成力量以外 政府也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在我們這邊像勞動基準法 設定勞動條件的最低標準 你只能夠高不能低 這個也代表政府在勞資關係當中 有些時候是確實要扮演重要的角色 所以它是多方面的 勞工你光靠罷工 雖然是重要的手段 但是最好不要用到那一個 這些我們知道 但是本席問的是說 怎麼樣根據憲法23條的比例原則 至少對於受到權益受損的消費者的部分 我們有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讓他們權益也可以受到保障 這個還是要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如何讓勞資關係能夠協調 不蒙其力 這個還是要有行政部門 就他所有掌握的所有的資訊跟利害 然後規劃透過國會來完成立法 這個就司法機關大法官來講 他沒有向行政部門那麼多的資訊可以做判斷 等到這個規範下來了 可是從消費者的立場不是現在也有消保法嗎 所以如果說大法官在做一些事件的解釋的時候 從消保法的立場 難道不能夠在這邊能夠對於這個不作為的政府可以有一些訴訟 或者有一些要求集體賠償的部分嗎 意思就是說今天如果政府他要用行政介入的方式 以現在這件事情來講 當然就交通部跟勞動部分別針對資方跟老房來予以一些介入跟協商嘛 協調 可是協商結果如果都不作為政府不作為 導致消費者的權益受損 消保法這邊當然消機會這邊 或者說大法官釋憲這邊 是不是可能也有另外的一些途徑 可以來解決這樣子的問題 關文特別報告 像這種航空公司跟消費者之間 這是用消費者保護法 至於罷工是不是消費者保護法上面 資方就是企業主不可抗力的事 以至於不能提供服務 這個因為涉及個案的判斷 消費者跟航空公司之間是適用消保法來處理的 謝謝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到這邊 那接下來本席要問一些關於公務員權益的問題 因為憲法第十八條它有定 人民有服公職的權益 所以從制度性的來保障的觀點 亦可以作為處理公務人員 勞動結社的憲法的依據 那我國的公務員跟國家之間的法律關係呢 是受到德日法制 而且早期也受到特別權利關係倫理拘束 但從司法院試制第187號 201號 243 266 298 323 38 396號 這些解釋之後呢 以轉向公法上的職務關係 進而在試制第19491號呢 也確認了服公職的權利是制度性的保障的基本權 那從世界人權的思潮的脈絡來看 國際勞工組織已經通過第87 98 151號的公約 來保障公務員的勞動基本權 那各國政府對公務員的勞動基本權 也有開始的禁止呢 承認而且到了現在是有保護的階段了 那理由也就是即使造成不變 未必造成國家的危機 所以在一些OECD的國家其實像瑞士、荷蘭、澳洲 除了軍警、司法人員、公務員 軍警跟司法人員以外 其實公務人員大多是可以罷工的 像法國除了警察之外也是享有罷工權 美國甚至某些州也是有的 他們甚至也有團結權跟協商權 所以我就請問呂秘書長 對於公務員的集社權是以協會而非公會的方式有何看法 未來是否可以籌組公會 就公務員是不是可以籌組公會 而公務員目前已是公法上的職務關係 那如何保障他工作上應有的權益 跟委員報告 目前公務員是可以組成協會 但是他們現在不能組公會 要不要讓他組公會或如何行事的公會 說實在這個應該由公務員的主管機構 譬如說行政院或者是考試院來規劃設計 你支持他們將來組公會 可是目前就是重點 他們不能組公會有協會 如何來行使他的集會結社的權利 然後又避免有憲法23條的這些問題 所以你覺得OECD這些國家 包括美國、法國這些國家 瑞士、荷蘭他們這樣子做合理嗎 這個說實在還是要行政部門去分析 這個基本上在司法院的立場 好 那我問你 如果說國家片面的違反契約 取消年金的保障 造成他們權益的損失 那這樣子的話應該如何救濟 因為現在正在個案 法官不予 法官不適合對別人的案件來表達意見 這非常抱歉 好 謝謝 那最後我稍微花一點時間 也跟你請教一下關於那個器官捐贈的問題 昨天我也有請問了另外一位法官的被提名人 就是其實在我們中華民國憲法第15條的規定 人民的生存權與財產權因於保障 所以李民主長你對於這個器官捐贈是Optional in 我們目前是Optional in 也就是所謂的 就是你要簽這個器官捐贈卡 然後你同意了 然後就可以做這器官的捐贈 而國外有些國家採用的是Optional out 也就是說是默許制 也就是你不需要簽這個卡 你只要是你沒有 在生前沒有反對 甚至家屬也沒有反對的話 其實你政府就會假設說你是願意捐贈器官的 所以你對這件事情有什麼看法 這位因為目前沒有形成法律 我難從憲毛法律的觀點來判斷 不過我將來也會老嘛 可是你的資傳就有說法律是希望能夠熟視利人嘛 所以以我自己的 如果是以熟視利人來講 當然是Optional out 他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他比較多人可以 就器官捐贈者比較多嘛 那器官捐贈者比較多 當然就比較多的病人可以受惠啊 我自己認為只要經過嚴謹的程序 能夠確保那個捐贈者 確實有這樣的意志的話 我贊成 我個人贊成 可是你這樣講就很吊詭啊 因為你說要確保捐贈者的意志 可是Optional out就是 他只要沒有填 就assume就會假設說他是願意啊 沒有 他應該是在生前 就要有一個什麼樣的 那你這樣子就是Optional in 就生前如果願意填 已經有填 你才會去 就是讓他做器官捐贈者的話 那就是目前我們採取的 的那個器官捐贈的辦法就是這樣子 但是一個更積極面的 其實是Optional out 也就是說他只要沒有填 但是就是他這可以assume說 假設說他是願意做器官捐贈 當然如果家屬反對的話 他還是不會去做這樣子 器官的這樣子捐贈的處理了 所以因為這樣子的關係在國外 包括像西班牙比利時 他們每百萬人口的器官捐贈比率 大分別是48跟33 而目前我國是每百萬人 器官捐贈的比率就14 所以換句話說就是很多的病患呢 他們都在那邊等待器官的移植的捐贈 但是現在其實是比較少人捐贈了 所以像這樣子的問題呢 就是有時候需要有一些 從教育面 從制度面 都需要去著手 才有辦法能夠處理 那當然這樣子也是可以讓 需要器官的民眾 還有家屬 他們的陰切的期盼 可以得到解決了 這個跟委員報告 如果以我個人我是很開放 但是要就一個制度 就要考慮到不同的人 不同的觀點 接著請吳志陽委員